八年潮起潮落 他将论文写在海上 近十载春去秋来 他用科研成果贵则渔民 南澳金贝之父郑怀平 在一次次大浪淘沙般的狱种中 将纸上文章 化为经济效应 将传统海洋养殖 推向高质量发展 我们做一种是个人类农业生产活动永恒的主体 大海是海洋生物学家郑怀平的实验室 它的出现没有研究者的制服 为一件索利翁的质朴 来提起来看看 金黄色的 很好 没有色的吧 南澳金贝 华贵智孔扇贝 南澳金贝新品种的简称 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贝类之一 盛产于南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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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萨妹在育苗或者育种过程中 这个催产是必须的 人工催产嘛 我们通过这个像这个注射一些五腔三给它注射以后呢 它会在迟到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排放出来 这样的实现一致 就是我们对我们生产非常有益 这只熊类排大 这只熊类在这 非常清晰 孵化就在桶里面 如果这样孵化一般的话 像这个温度 再度24小时就发育到低吸幽虫了 国家级水产新品种 华贵智孔扇贝南澳金贝 于2015年3月 通过了全国水产原种 和两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 同时也被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占 列为2015年推广品种 端稳中国饭碗 拎稳中国菜篮 小小金贝 一头连着渔船 另一头连着一个家庭的餐桌 从吃饱到吃好 郑怀平启发收拢 比拨万千的南海水域 成为新的蓝色粮仓 汕头南澳的小渔村 绘制出乡村振青的新图景 我个人认为我做的东西对社会有益 一个种子可以决定你国家的秘密 你再给我50年 我还有东西可做